大家早上好 好 大家睡得好吗 好 我也睡得很好 但是你们睡得比我少 因为各位早上起来就沉岛了 我牧师也 虽然没有跟你们一起沉岛 但是我在房间为你们祷告 我们大陆早上五点钟起来祷告 的确 大家有这样的心是好的 但是每一次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 呼求神的时候 尤其是我知道大家有一些人还在进食 甚至很迫切的祷告 我们圣经教导我们每次要这样迫切的进食祷告的时候 必定有那个进食祷告的理由 对不对 那我们进食祷告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什么 神怎么说 以赛亚书五十八章 为了什么 解脱 生开那凶恶的神 解下那恶上的锁 那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有没有一些凶恶的神锁 很捆锁我们的一些地方 可能是我们的夫妻 可能是我们的夫妻关系 我们跟人之间还有很多的苦毒 或者我们心灵里面一直因一些苦难 我们没有办法得解脱 我们一直疑惑 神还爱我吗 神还爱我们教会吗 好像这样的神锁在我们的心灵里面 那个就是教我们要祷告的理由了 所谓有理由的 我们做每一件事情 不在于行事 不在于那件事情的虔诚 乃在于神先向我写明 我们丹尼里他祷告 他集中祷告 他进食祷告 各位丹尼里书各位都看到吗 因为为什么 他看到耶利米的书了 他知道以色列人犹大 为什么七十年被弩 的那个理由 他明白之后 他扎心 主啊我们要悔改 我知道我们 那要悔改怎么悔改 你要知道你错在哪里 所以如果没有真理 各位不知道错在哪里 悔改悔改 悔改什么 你要悔改转向神 现在告诉你的他的心意 所以他祷告了 进食了多久啊 弟兄姐妹我们丹尼里 二十一天 那二十一天是一个固定的数目吗 各位为什么二十一天呢 很多人想 是不是七乘三还是什么 什么很多的数目 为什么二十一天呢 各位圣经怎么说 因为他在集中祷告 进食祷告 很迫切的跟神交战的时候 但是他还是听不到神的声音 为什么呢 因为在灵界里面 其实灵界里面有征战 其实加百列已经被拆派来了 但是魔君阻挡 所以魔君阻挡的时候 你灵里面不得释放 你灵里面的那个痛苦不得释放 对不对 那一直到米迦勒天使长 出去之后呢 那个魔君 加百列来了 所以加百列把信息带来说 大蒙圈爱的丹尼里啊 对不对 那天使讲很重要的一句话说 从你 就是祷告的那一天 那个话从你的口中出来的时候 上帝已经将我拆派来了 对不对 意思是这样了 从你得到那个意念要祷告的时候 其实神已经将我拆派来了 所以但是为什么他21天呢 因为21天之后 他已经听到这个声音 释放了 自由了 就起来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静止祷告要到几时啊 到你的神所解开了 你起来了 哦已经解开了 我们还要 还没有 18天已经解开了 再等多三天再静止 那不行 各位这个就有一点奇怪了 对不对 你解开那天就是 主向你显明了 主明白你的美意了 就站起来 欢喜快乐 赞美主 对不对 大卫祷告了 七天了 孩子死了 死了 明白主的旨意了 起来了 对不对 不需要再求什么了 明白主的旨意了 弟兄姐妹 各位了解吗 我昨天讲这个宗教福音的东西 其实很多东西各位都纠正过来 慢慢纠正 我现在是用圣经来给各位解释 不是我的话 不是我的传统 这是一来爱神 敬虔爱主的人 诚心爱主的人 他们跟从主的样子 他们每一次祷告 遇见神 他们摔跤里面 对不对 跟神摔跤里面 禁食祷告里面 因为他们有绳索困住他们 困住他们的心灵 他们的家庭 对不对 所以他们看见了 不得不要集中祷告 禁食祷告 各位明白吧 所以各位这样做信仰生活的时候 各位很活泼 各位很活泼 有些人问朱牧师 有些人是没有办法禁食 朱牧师 我没有办法禁食怎么办 我这个食欲每次出来 你不用挣扎 有些人问牧师 牧师你又没有禁食 我今天早上没有吃了 我来大陆一般上只有吃两餐 你们知道为什么我禁食吗 为什么我禁食 因为我吃不下 我吃不下 并不是我要给上帝那个禁食的 那个动作 那个牵扯 因为我吃不下 我心里面的迫切叫我吃不下 各位 我心里面集中的面对神 为教会祷告的 我吃不下 所以根本没有食欲 所以就祷告了 所以神向我显明了 禁食的时候 我们的思路很清晰 那个时候我们查验 在神面前 查验神 聆听神的声音 那时候我们知道 我得到信息了 主给我神的话了 所以各位 这就是精神 那我没有办法早餐不吃 但是我知道 有很迫切的事情在前面 的确 有时候人的体质不强 不需要挣扎 你不需要 我不做的话 是不是我不够虔诚 不是 可能你的体质是这样的话 因为禁食是为了 你能够仰望神嘛 你人比较轻一点 思想比较清晰 那你不能不吃 你吃一点点 少许的 给你自己一种 一点力量 能够 能够集中在神面前 祷告 对不对 那如果各位累的话 如果各位真的很累的话 各位不用勉强 各位睡多一点 精神了 起来了 现在听到神的道 神的道释放你 对不对 然后过后呢 你要 你砸心了 你特会过后 你要去进食 你要检讨很多东西 你可以这样做 阿们 各位理解吗 没有一样东西 是一种形式 我们的信仰生活 都是活泼的 顺着圣灵行 用心灵的信仰 聆听神的声音 一步一步跟从他走的 各位明白吧 所以昨天我讲的 那种 好像法利塞人士 撒度盖人士 这样的那种 虽然我们不是法利塞人 我相信我们不是吧 我们不是撒度盖人 他们太糟糕了 但是 主耶稣每次 我们门徒是不是法利塞人 当然不是了 但是主耶稣说 你们要谨慎 小心法利塞人的教 对不对 那种倾向 那种信念 你们要小心 你们要小心 现在主耶稣基督 带着他们 对不对 人家说 为什么你的门徒 不进食啊 现在我在他们当中 对不对 好像新郎在他们当中 他们进食什么啊 但是我走之后 必定他们要 征战的时候 要到了 对不对 所以神的道 传讲的时候 各位要留意 聆听 其实你明白到之后 这个时候 你的神所解开的 其实你在听信息当中 你集中祷告的 对不对 听信息当中 圣灵很多的声音 在你的心灵里面运行 动工 拆毁 重新建造 在这个时候发生的 各位不信的话 各位这一两天 你确认 你听明白道之后 其实你一股喜乐 涌流出来的 像活水江河一般的 对不对 都从各位明白真理而来的 所以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做一切都是跟神的关系 连接上来做的 把上帝当作活生生的 好像一个活着的人 跟你在一起 他跟你讲话 跟你一起同行 对不对 只是他看不见 他看不见的 所以呢 但是你听得到他的声音了 你越认识他 你越明白他向你说的话 对不对 然后凡事上指教你的 所以把它当作这样的 很正常的跟他这样同行 你凡事上会得到神的智慧的 这个恩高 是比任何的恩高还高的 所以各位要求这样的恩高 在真理上 得着丰满的圣灵的那个恩高 那今天呢 我要跟各位讲一个 很重要的题目了 这个题目呢 就是 有关 重生的事 重生 各位重生了没有 重生了 但是各位 有没有这个 重生的 切举 各位有没有这个 重生的切举 非常重要的话 我在教会里面呢 其实我最难过的一件事情是 为什么 好像爱主 的人 或者同工们 遇见苦难 真的很真实的苦难 实在的苦难 比如说婚姻破裂了 或者亲人离开了 种种的痛苦的事情 破产了 我非常难过 当爱主的人遇到这样的事情 但是 我比这个更难过的是 那当这些人 遇到了这些事情之后呢 他们心里面 极其的忧愁 到一个地步 他们认为 上帝离开我了 上帝不听我的祷告了 他祷告祷告 得不到答案 因为那时候很多的情绪 然后他得到的一个结论是 好像神离开我了 甚至他怀疑自己有没有得救 或者他认为 是不是我犯了很多的罪 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 所以一直悔改 悔改 悔改 尽量想起自己的罪 悔改 也不知道悔改什么 我看到一个信徒 在这样的光景里面的时候 我何等的难过 我难过的是 还不是那个苦难 的确那个苦难叫我很难过了 但是现在不离开他的那位主 在他的困惑当中 更是与他同在 在他的苦难当中 恩典更是跟他在一起的 那位上帝 他不能看见 不能领会 因为他的外在的情况条件 所以他一直祷告 得不到神的美意的时候 他很挣扎 他不知道怎么办 我非常难过的是 甚至呢 甚至有些人这么说了 那我已经因性称义了 神没有离开我 但是 如果 我现在 失去我的信心了 神还拯救我吗 神是否与我同在 这是我们要问的一件事情 我想问一下 我们现在我们的生命的一个根基在哪里 我们 绝对肯定 神不离开我 在我的痛苦里面 甚至我感觉不到的时候 更是扶持我 这个的根基在哪里 各位能不能 神能不能像保罗一样 他陷在这个监狱里面的时候 甚至他被捆索 他什么都不能做 四面为敌 被打倒 很奇妙的 他里面的那个圣灵 因着他 对自己的生命 在神面前有一个切据 所以圣灵的扶持 那个时候 临到他的时候 甚至叫他能够在那个情况 听到神的声音 我所遭遇的 叫福音兴亡 无论是生 无论是死 宗教基督在我身上 照常显达 各位 这个答案不是一个口号 这个答案是来自一个切据的 各位能不能像大卫这样 他祷告了 呼求了 但是自己的孩子死了 死了 但是他能够起来 跟神同行的 为什么 到底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难道是人的激情来的吗 人完全没有那个意志 不能再站起来的时候呢 但是有一股能力扶持他的 但是他能够看得到神的能力 仍然与他同在 神仍然爱他 帮助他的 你需要那个切据的 弟兄姐妹 我现在讲的是一个切据的事情 所以你重生了 但你有没有重生的切据 那你那个切据呢 你说你有的话 那在苦难里面 相对的情况里面 甚至连你自己好像失去信心的样子 连来教会的心 祷告的心都没有的时候 那个时候神还爱你吗 那个时候在你的困惑里面 他仍然有计划吗 你今天等候神 他好像没有向你显明 那他没有向你显明 那他有没有在你里面 他有没有仍然与你同在的 那个切据 他甚至有一点 在你的身上的动工 有一点慢 有一点迟钝里面 你不失去信心 反而你知道 在越漫长的时光里面 主的应允是更大 更重要的 各位理解吗 这个叫从哪里来 从切据来 你一切的赞美 感谢都是从切据来的 如果没有切据 比如说我的孩子 就好像我的孩子 现在对我是他的爸爸 他这个东西呢 不太肯定 但是因为今天 我对他好一点 那他感觉好像我爱他 我买玩具给他 我爸爸今天真爱我 真爱我 他真是我爸爸 对不对 今天我也爱我爸爸 所以呢 我真是我爸爸的孩子 但是当他生气我了 他甚至自己 也得不到这个心来爱我了 他还有没有这个切据 他是我的孩子 不管他怎样 我会保护他 我不会放弃他 各位这个叫切据 各位听得懂吗 这个跟你的 我现在爱上帝 我信上帝 没有关系的 这个叫 这个跟信心 跟爱心 没有关系的 信心爱心 之前是有一个切据的 这个切据是我们 跟神的关系的一个根基来的 如果没有这个切据 全部的信仰是一个空的 我们赞美赞美之后 遇到一个苦难之后呢 完了 所以呢 我们每一次呢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 我们要 我们传讲 一切的信息 是要用切据开始的 我们讲教会要怎样服侍主 你用什么服侍 用这个切据来服侍的 所以有这个切据的人呢 是不是看情况这样不好 同工不同心 然后算了 不干了 不是这样的 对不对 其实你有切据的时候呢 你知道 我不是面对人 我是面对神 我是从神得赏赐的 切据 我是从我的父 向父做 从父得的 切据来的 各位有没有发现 保罗说 我在你们当中 你们既是顺服 我不在你们当中 你们更是顺服 对不对 你看 这样的人 他们的生命是活在神的面前的 活在爱他们的父面前 所以这个切据的 一个奥秘 所以听起来 各位 这个字已经 教会已经讲 讲了很多遍了 我相信 各位信息都有 但是究竟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要明白 今天 我们的信仰的根基 从这边开始 我们一起看 《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第二章 《以弗所书》第二章 各位看 很重要的话 第二章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我昨天说了死的意思是什么 死是你完全不能再认识神 也不能再信他 当然不认识怎么信 对不对 不能领会他的救恩 没有办法认识这个神的属性 看到这个世界就看到科学 好像是这样 所以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他叫你们活过来 跟你的意志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他叫你们活过来 那是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 随从今世的风俗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在他的首领以下 就是现今在被你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所以邪灵掌控的人 他要你怎样你怎样的 为什么各位在邪灵的掌控是会下地狱 因为邪灵是 邪灵撒旦是已经属于地狱了 但是你在他的手中的话 他下地狱你跟着他下地狱的 这个是所属的关系来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第三节这里说 你们从前也都在其中 放纵肉体的私欲 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本为可怒之子 和别人一样 然而神既有丰盛的怜悯 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因他爱我们 不是我们信仙 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当我们死在过犯罪而中的时候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各位昨天我讲什么 昨天我讲到唯一的问题 对不对 各位很多问题 但是各位先要明白 整个的唯一的问题 不信的问题 离开神的问题 在撒旦的捆索底下 在原罪里面的问题 这个不信的问题 其实现在我影响我们信主了 我们的问题还是有一点 一直不信的 有点不信上帝 所以不寻求他 不顺服他 很多 然后受控告 好像这样的心灵 来这样 受欺骗 用靠肉眼 懂真理 靠肉体这样来活 所以人的问题 都是从这个地方开始 我们要从这个地方着手的话 我们需要唯一的答案 各位 接着谁 接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那个受高者 大祭司 大君王 大先子 对不对 那个刀成肉身 死而复活 宝座掌权的那一位 接着他 接着他 我成立了 接着他 我得到一切了 接着他 我已经回复一切了 就算我有疾病 就算我的婚姻有问题 就算什么 我已经接着他 从救主 尽到祝福了 各位理解吗 这是要成为各位 绝对的根基来的 这个根基 所以不能看情况条件的 无花果树不发望 羊群你绝了羊 但是 我应耶和华 应他的救恩喜乐的 各位了解吗 这个意思了 那么 从这个地方清楚之后 才有重生的切据的 为什么呢 各位弟兄姐妹 唯一的答案是基督的 哎呀 我已经信了耶稣 但是为什么我的生命这么痛苦 所以呢 你有了基督不够 要加上 减掉 各位 这个就是问题了 如果 你的信念是 有了基督 但是 现在我这么贫穷 我现在这么多问题 给我神迹 让我看到你 我就知道你与我同在 坏了 这个不是切据的 这个要加上 这个才有肯定 加上有一些形式 对不对 加上有一些行为 哦 耶稣还不够 你要受割礼 对不对 主啊 我的条件 太糟糕了 求主快点改变我的条件 让我 多有恩赐 多有什么 这个是地上 有成功 还是怎样 我能够荣耀你 哦 这样才能够荣耀神 对不起 又没有切据了 或者我的条件 太不好了 求主剪掉 这样的条件 不要让我一直 留在这样的光景里面 我就能荣耀你 对不对 我才能看到你的同在 那又没有切据了 加上 天主教是加上 玛丽亚 Mary 我们英文讲 玛丽亚 加上很多的使徒 加上很多的行事 所以呢 天主教的问题 很简单来讲是这样 耶稣基督是 神跟人中 唯一的宗宝 唯一的 天主教是把 那这个耶稣基督 跟人中间 再加上很多其他的 小宗宝 玛丽亚 使徒们 所以你跟玛丽亚 祷告 叫耶稣听你的祷告 来跟上帝祷告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天主教很麻烦 所以很多的行事 仪事你没有做的时候 这些好像 叫人不感觉 自己是得救的 也甚至 不但不感觉 真的是这样认为 自己好像没有得救的 所以我常常 有些人问 那天主教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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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得救的 我每次这样讲 如果一个天主教徒 去了天主教会 他听了神父讲的道 他听错了 他听错了 他是得救的 如果他听对了 这神父讲的样样都对 那他是没有得救的 听得懂这句话吗 神父讲的不对 圣经说 五一一言是基督 是道路真理生命 对 这样的话得救了 明白我的意思吧 所以不能加上减掉的 各位加上 有一些灵恩派的 你受圣灵的洗了吗 你有没有讲方言 有加上这个东西 那我没有这样了 那是不是我还没有受圣灵的洗啊 你没有受圣灵的洗 你会听信福音吗 你会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你看 他们的神学有点奇怪了 所以他们加上减掉很多东西 昨天我讲的律法主义 神秘主义 这些东西就是加上减掉的东西 求福主义对不对 苦难主义 所以因为这些东西 所以不是唯一 不唯一的就是宗教了 因为他我已经出使入身了 因为他我在我现在的情况里面 苦难里面叫福音兴旺 你看因为他 所以这样的人思想任何的事情 有根有基了 有根有基了 所以为什么加上减掉呢 因为他还加上减掉很多的问题 各位 我们有很实际的很多的问题 对不对 但是其实都是从一个不信开始的 因为你不信 神已经为你预备了最美好的婚姻 借着那个婚姻来承圣你 叫你成为更满恩的人 你不信 夏娃是最好的 因为现在已经羞愧了 责怪 对不对 所以完了 所以有很多问题的时候 信了耶稣 信了耶稣 但是还是这样 这样我们怎么办 我们找婚姻辅导学 我们找我的孩子很多问题 找心理学 信了耶稣 不在耶稣基督里面发现 他现在如何带领我 他的美意 跟从他来行 反而信了耶稣 好像是一个模式 好像一个形式 信了他 一个观念 知道他给我得永生 但是现在要解决其他的问题 都是用其他的方法 行事 行为 很多的世界的小学 小学 理学 这些东西 等等 所以保罗在各楼西斯说 这些东西你们不可摸 不可藏 不可拿 你们看这些人 他们什么苦待己生 治表虔诚 其实真正 没有办法克制情欲的欲望 各位理解吗 所以搞宗教的人 他们有金钱的外貌 但是其实他们生命里面 真正的那种情欲 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其实不能胜过的 其实很多弟兄姐妹是 因为心灵没有变 他们在教会服侍 各位真的 这个我看过的 然后呢 服侍 但是呢 比如说这弟兄服侍 但是他每次看到 姐妹的时候 他这个眼镜啊 就是起淫乱的东西的 但是能够祷告很好 很好的字句 很美的服饰做出来 看到另外一个 有一些姐妹呢 是在教会里面 拿手提袋 这里有没有手提袋 然后看到旁边的姐妹的手提袋 好像比她的贵 比她的好的时候 偷偷的羡慕她 然后赞美神 哈利路亚 我一定要拿的比她更好 我的鞋子要穿的比她更美 人家称赞她好的时候 她心里不舒服 但是很奇妙的 但是这是隐藏的东西 各位理解吗 也不能克制心灵里面的那个欲望 那个欲情 因为呢 没有真正的来到基督的面前 经历心灵的信仰 这个心改变的 当我们加美主的时候 这个心改变的 当我们交托主 当我们悔改的时候 真的心转向她的 所以呢 这样才能够真正对付里面的东西 不是做了外面的东西 里面的东西 其实全部是垃圾 从来没有扫掉 对不对 当然每一个人都会有 我也会有垃圾在里面 但是呢 我知道 起码我知道 当我有垃圾的时候 我要去搞定它 对不对 我要去处理它 我不会满足于我外在的东西 外在的那个千层 来不理会里面正在 影响我的 那个垃圾 那些垃圾 对不对 绝对 所以信仰是从里面 这样出来的东西的 所以从 从这个地方你清楚之后呢 人开始得到一个新生命了 从一个窃聚开始 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 我们再看这个 以福所说 以福所说第四 第四节 第五节 所以当我们死的时候 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我们得救本乎恩 第六节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要将他极丰盛的恩典 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 向我们所施的恩赐 显给后来的世代看 第八节很重要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神所赐的 神重生你之后 你才能信 所以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我们行的 阿们 所以连你的行善是怎样 神预备我们行的 所以你重生是神的工作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你要行善 要跟从神 要顺服神 这个也是怎样 你要查验 何为他的旨意 来顺服他 对不对 因为他已经预备了 教我做的 在我的角色里面 教我做的 我是牧师的话 有牧师的角色 父亲的话 父亲的角色 所以这一切都是 我们查验主的美 都是从我们的这些角色 知道神预备我们行的 今天要怎么做 怎么祝福旁边的人 我们活出来 所以我们的祷告 是要有内容的 我们的祷告里面 我们要查验神 要知道 他现在怎么向我显明 然后不但是一个感觉 要知道实际的 下面我怎么做 怎么走 所以昨天乔治穆勒牧师说 你十五分钟之后 你怎么活 跟你刚刚的祷告 你很迫切的祷告 有没有关系 有没有关系 那跟这个有关系的 如果脱节了 这个是心事 这个意思 所以保罗讲的祷告 是什么祷告 随时多方祷告 警醒不倦 对不对 其实常常祷告的 常常喜乐 凡事谢恩的 对不对 保罗讲的话都是 凡事常常 得时不得时传道 对不对 无论怎样 你做每一样事情 都是传道的 我跟我的孩子一起玩 一起摔跤 也是其实跟他 在祝福他 让他感觉到 这个父的爱里面 里面有主 对不对 其实做什么东西 都是在传福音的 弟兄姐妹 你的生活 你的生活就是传福音 你的传福音就是你的生活 Amen 所以现在我们讲回 这个重生的切句 各位的切句 从哪里来 在整个教会界里面 其实把这个得救论 讲得最清楚 最精确的 就是我们迦尔文 你们懂迦尔文牧师吗 各位应该去读他的五大纲领 迦尔文 如果有机会的话 各位读吧 我知道当中很多是福音派的 但是福音派也很多时候 没有把那个基要的真理搞清楚 你的切句是哪里来 因为你信吗 那现在万一你不信怎么办 万一你失去信心了怎么办 所以不能从这个弄 也不是行为 对不对 所以我们 这个迦尔文五大纲领 叫做TULIP 是一种花 这个花叫什么 TULIP 什么花 你们不知道 我也不懂 华文翻译 金花 忽然想不起来 金花 但是用五个字母 来讲一个五大纲领 钢领里面 T是什么 T是我们英文讲 Total deprivation 就是一个人 他生来是完全的 怎么写 完全的堕落 各位完全的堕落 是什么意思 就是以福所书 二章一到三节 你们完全的 完完全全的 你们是死的 死在过犯罪恶当中 随从今世的风俗 世人都犯了罪 亏欠了神的荣耀 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 没有一个荣耀他的 都偏行几路的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 没有一个人能够用 他的意志 他的聪明 他的谦卑 或者他的民族 甚至你身在以色列 未必你就是认 要不是神的怜悯 神的恩典 你没有办法的 没有一个人能用他的选择来到神的面前 甚至没有人用一个聪明能够领会神的救恩 没有一个 所以我昨天已经说了 释迦牟尼的道理 人能够领会 这个天国宝座上定的那个救恩 无罪的代替有罪的 没有人能够领会的 所以完全的多罗 完全的多罗就是 你不认识他 也不信他 也不能信他 各位理解吧 各位明白吗 这个叫淋离死的状态来的 很多人对淋离死的状态是 就是要用感觉 其实你不用感觉的 这个是一个真理来的 死就是死了 死的人已经没有动态了 死的人是不能思想的 所以临死的 没有办法认识这位上帝的 所以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 上帝说了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呢 是你从那时候起 你是随从邪灵的首领的 来做事的 那个完全堕落的光景 里面 然后什么事情 神的救恩临到你 所以在完全的堕落 人不能选择的时候呢 上帝无条件的拣选了 弟兄姐妹 这个叫做 You Unlimited 不是Unlimited 这个是 Unconditional Election 无条件的拣选 无条件的拣选 各位圣经是不是 无条件的拣选了 对不对 无条件的拣选对不对 神的拣选不在乎人 对不对 不在乎人的行为 乃在乎招人的主 乃在乎招人的主 若不是我的父 吸引你们 没有人能到我的跟前 对不对 我们主耶稣这样讲了 罗马书昨天我只读到八章 其实我忘了读九章跟十一章 各位自己去读吧 无条件的拣选 上帝要连免谁就连免谁 上帝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对不对 这是上帝的主权来的 这个上帝的主权 所以他讲的时候呢 以嫂跟雅各 以嫂跟雅各的时候呢 讲什么 讲什么 他们两个是双胞胎 可能讲的也有一点一样 对不对 以嫂毛多一点 但是呢 他们生出来之前 神已经说了 以嫂是我悟的 雅各是我爱的 生出来之前有什么行为啊 连哭都还没哭了 神的拣选已经在了 对不对 也因为神的拣选在雅各的身上 所以雅各 他生来是极可 极可神的 他愿意要得到以色列 长子的名分的 对不对 他的父亲长子的名分 要得到这个 各位理解吗 这是因为神的拣选在他的身上 各位不是你能信啊 乃是因为上帝拣选了你 所以你才能信的 阿们 各位这个叫罗马书了 所以说罗马书读的时候呢 这个系统是很重要的 无条件的拣选 对不对 所以罗马书九章十到十三节 这个地方各位自己读吧 然后在L这个地方 现在很多人不能接纳的地方 L是limited Atonement 就是有限的救赎 有限的救赎 各位上帝的救赎是有限的吗 上帝的救赎是普世得救论吗 不是对不对 不是每个人都拯救的 那现在我再问 上帝爱每一个人 爱吗 上帝爱每一个人吗 如果我们用神学来讲 真的用整本圣经来讲 那上帝爱的人会让他们灭亡吗 现在各位问 上帝爱的人会让他灭亡吗 我九十九一百只羊 一直走迷了 我绝对会领他回来的 就是放着九十九只 也会把那个羊领回来的 我再问各位 上帝爱每一个人吗 上帝会拯救每一个人 那上帝爱的人会放弃他吗 会因他的意志他走迷 然后来就他灭亡吗 或者他刚硬不幸而灭亡吗 不会的对不对 如果我们要讲预定的话 我们要讲拣选 神的拣选的话 会一定要明白 我们主耶稣基督 约翰福音十七章九节 这里说什么 这里说 主耶稣为祷告的时候 主啊我不是 父啊我不是为世人祷告 我是为你所给我的 赐给我的人祷告 各位有没有发现 但是有些人说 什么是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福祉灭亡 反得永生 那这句话就是上帝爱世人的时候 很多人 上帝爱每一个人 你记得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每一个人现在已经有很多灭亡了 以前迦南地的人都灭亡了 对不对 那不对啊 这样就不对了 难道上帝的拣选在于人的意志吗 人的选择吗 不对 因为凡接待他信他名的人 神就赐他们全命做 神的儿女 这个不是仁义情义所生 乃是神所生的 在于神的 神重生人的 弟兄姐妹 所以那上帝爱世人怎么说呢 各位所以这句话 是一个争议性的东西了 如果你要用整个上帝的救恩预定来认识的话 比如说朱牧师 朱牧师爱中国人 为你们中国人而来到中国 我是爱每一个中国人吗 我是为每一个中国人来到中国吗 我是为中国人里面蒙恩的中国人 信基督的中国人 各位了解吗 我爱你们中国人 我这样讲的时候 对我这样讲 这个是好像像一个时代讲 但是只有属于神的人会反应的 也神这样讲的时候 是向他的子民 他拣选的子民讲的 各位理解这句话吧 所以各位要用整本圣经理解 有些一个单字来解释的话 各位好像会有矛盾相冲 各位不能有真理上有相冲的 你要一脉关通 神正在做什么 那么你就问那你传福音的时候 这个是不是神拣选的 那个是不是神拣选的 上帝没有叫我们这样做 上帝没有叫 上帝说你们去向万民传福音 对不对 有一个好像是师父真牧师 他说一个很有趣的话 他说如果神的拣选是 有一个印在背后 我就掀开人的背后 可以看到你是神拣选的 我一生就向神拣选的人传福音就好 不用这样麻烦 对不对 但是我们不知道神拣选的是谁 有的人是现在信 有的人是20年后信 有些人是临终之前信 对不对 我遇到极其的苦难的时候信 我们不知道 神不要我们知道这个 所以神讲你去 使万民 向万民做见证 传福音 悔改重生之道 那属于神的子民 神所爱的自然会被这个福音吸引的 各位理解我的意思吧 但是我们先明白 这个救赎是有限的 对救赎上帝拯救 他预定的人绝对不放弃的 那各位 这样的话上帝才是信死的 那如果上帝 越进行的人 因为你刚硬你不信 因为你的意志这样 你灭亡 那各位上帝不是无能的 对不对 所以上帝是绝对绝对 会成就他的旨意的 撒旦无论怎样的破坏 他的旨意会成就 他每一个子民会得着的 对不对 一百只羊 无论讲一百只羊要得着的 对不对 然后 所以有限的救赎 有限的救赎 然后 那如果 上帝的恩典临到你之后 这个爱讲什么 这个爱讲 无可抗拒的恩典 无可抗拒的恩典 各位恩典可以抗拒吗 原来没有办法抗拒的 对不对 格林多前书 若不是我们圣灵的感动 没有人能够称耶稣基督为主的 所以神所拣选的人 是没有办法抗拒 他现在无论怎样说 我绝对不会信你的耶稣 绝对不会信 死了都不会信 但是他必定神所拣选的人 叫他走到尽头 他最后非信不可 很奇妙的 我的父亲以前母亲 他们也是 我们以前去教会的时候 你们这么傻啊 是不是都给教会 然后呢 我哥哥以前要带我去 去主日学的时候呢 每次调了闹钟啊 我的爸爸晚上就 跟他关起来 就是这样 然后把我的圣经藏起来 最后现在他信了 我母亲也信了 各位看 其实我 各位看过很多 对不对 无论讲刚硬的人 神所拣选的人 他没有办法抗拒的 有一天必定来到神的面前 神必定破碎他的 各位要相信上帝的主权 上帝的能力 比你能做到的都大了 各位理解吗 所以无可抗拒的恩典 零前十二章三节 这个 然后最后 既然上帝做了这一切 很重要啊 既然上帝做了这一切 必定怎样 他得着了圣徒 对不对 他得着了圣徒 他的子民 换句话说 他的儿女也能这样说 这个圣徒会再离开吗 会离开 他的 他会再次变成地狱之子吗 再次变成撒旦之子 不会的 所以圣徒的保守 所以我赐你们圣灵保回之 保护那个恩惠了 圣徒的保守 所以这个也可以叫做 我们福音派说 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 各位真的已经被神得着的人 已经被神得着的人 他可能可以陷在很软弱的光景 甚至他说 有一个弟兄说 牧师傅我不信了 我绝对不信了 上帝不爱我 他什么都没有给我 我不信了 我要走世界的路 离开教会 走世界的路 他真的不信吗 你想想他真的不信吗 他说他现在 因为他是情绪来发动的 我不信了 但是其实他去到外面 他遇到苦难的时候 他心里知道 我知道神在管教我 我知道神在管教我 他说不信了 你都说你不信了 为什么你说神在管教你 各位理解吗 这个其实已经有圣灵的印记了 好像我的孩子跟我发脾气 他离家出走 但是好像浪子走了 到外面 就是这样过世界的生活之后 其实很痛苦里面 其实他知道 还是有巴巴的 所以那个信 重生的这个事情 是不能插掉的 那个印记不能插掉的东西来的 不是现在你一句话 我的意志 我就不干了 不信了 不是这个的 如果真的有印记 已经进来的人 其实那个已经保守了 罗德在索多玛尔摩拉 其实他虽然选择这样的路 但是他是痛苦的 他很痛苦的 他在城门那边 爱恒的那个样子的 因为已经有圣灵了 已经有印记了 各位理解吗 知道有神了 所以我们真的要 有些东西是我们要 进到人的心灵 从接着真理 进到人的心灵来明白的东西 不要单单听现在人说的东西 我就看人的生命的时候 各位 一个重生的人 他要明白 原来他是在这个光景里面 被得着的 弟兄姐妹 阿们 那么 现在我们问一个 比较真意性的问题 因为我们很容易 听到这个的时候 我们现在看到 有一些行为 对不对 有一些 有一些恶行 或者 有一点 叫我们 感觉到 好像 是是非的 比如说 如果一个人 一个信徒在教会里面 自杀了 现在教会里面要问的是 他有没有得救 有没有得救 回答我 不一定 有人说不一定 还有吗 有没有得救 得救 不得救 所以你们的神学都不一样 得救不得救不一定 到底哪个 全部不一样 所以 我的回答是 你不自杀 也会必得救 各位理解我的意思吗 你不自杀 也不一定得救 得救的标准在哪里 这个 原来你完全堕落的 神得着你了 在灵里得着你了 所以 自杀是一个行为 你不能用自杀 来断定 他有没有得救 甚至他最后 有一个人说 牧师没有 你看圣经说 不能杀人 那他杀自己的生命 那他最后的行为是 自杀 杀自己的生命 然后这样见到 那他肯定没有得救 他还没有机会悔改 那我问你 如果你今天犯了罪 然后你来不及悔改 主耶稣来了 你有没有得救 所以 各位了解吗 我们不能矛盾 这个事情的 所以 救恩本身 不是跟行为 有关系的东西 各位一定要弄得清楚 这个是上帝的工作 上帝得着人的工作来的 所以我们 一个自杀的人 那他真的得救吗 我不知道 他有没有重生 重点是这样 曾经有一个教会 我去的时候 在讲说 他就说 牧师啊 有一个弟兄啊 他信了主啊 然后呢 以前是一个 一个 混账东西 就是常常欺负人 打妻子什么什么 然后现在呢 信了主之后呢 整个人温顺起来 好起来 然后开始去教会 哎呀 这么的爱主 为主付出 然后忽然间 有一天 被雷劈死 劈死啊 哎呀 这个被雷劈死 是上帝的震怒啊 所以他有没有得救 被雷劈死了 我的答案是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按你所说的 他真的信了主之后 真的这样变化 也真实的变化 他是得救的 跟雷劈死不劈死 没有关系 对不对 你被雷劈死 有些人癌症死 有些人意外死 还是怎样死 都一样 这个重点是 他是不是被神得着 这样得着的 各位理解吗 这个神学要清楚的 所以当我们 这个清楚之后呢 我们认别人的生命是 看他的生命 是不是有没有 一个重生的证据 在他身上 等一下我会讲 有没有重生的证据 在他身上 我们要看的是这个 如果他绝对 是在主里面重生的 我们要肯定他 在他的苦难 他的问题里面 甚至他失去亲人里面 你要肯定他 神不离开你 神在你身上 所做 有他的美意 那如果他是 就来教会 做礼拜堂图 什么都不懂 然后这样 糊里糊涂 这样遇到了 极大的苦难的时候呢 那现在 你也不知道 他有没有重生 你一定要问他 你一定要跟他确认 到底你的身上 有没有重生的切据 你来教会 有没有遇见神 还是你只是遇见施工 或者什么 明白我的意思吗 或者你只是做一个形式 决志 不一定决志 受洗的人 就是重生的 弟兄姐妹 对我们 我们有些人很喜欢 叫人做决志祷告 我带有一些 有一些宣教师 有时候 我看有一些宣教师 他们去 去宣教的时候呢 火车站 你要不要信耶稣 决志祷告 决志祷告 去到哪里 决志祷告 牧师今天我带领 二十多个人 决志祷告 有很多人这样说了 但是这些人 都没有去教会的 后来我发现 没有去教会的 所以他每次说 其实决志祷告啊 各位决志的意思是 决志你是为了 要给他一个切据 你不是叫他 做了这个祷告之后 来肯定 你就是上天堂的 有些人是 特会的时候呢 叫人家填上表格 表格 我某年某月 参加这个特会了 我已经 决志信主了 属于耶稣了 然后你问 问这样的人说 你已经信了主吗 我信了 你真的得救了吗 是啊 你怎么知道 我已经做决志祷告了 你怎么知道 你的决志祷告是真的 我很诚恳的做 我很诚恳的做决志祷告 他就这样讲了 所以 那你真的会上天堂啊 会上天堂吗 会 所以他拿出他的表格 你看我某年某月 我做决志祷告 所以我不下地狱的 我会上天堂 各位 这个是上天堂的 你若不重生 你不能进天国 对不对 所以那个标准在哪里 所以有一些东西 是各位要认别 人生命里面的事 心灵里面真的有个变化性 重生于变化的事情 不是在于他外在 其实你决志祷告 你受洗是 一个你已经真性的 那个表现 那个形式 仪式 对不对 然后接着那个形式仪式 再次肯定你 好像 好像 我已经跟我的妻子相爱了 我们一生是在一起了 要绝对在一起了 已经有这个关系 对不对 但是呢 心灵已经有这个关系 但是呢 为什么一定要经过结婚典礼啊 你要肯定嘛 肯定彼此嘛 也给众人看嘛 对不对 我们是要在一起的 了解吗 我们跟上帝 我们好像受洗礼 这个是那个仪式 但是其实这个心灵里面 已经连接起来的 已经发生了 那个重生的工作 已经发生了 神重生我的事发生了 所以这个是 我们要明白 现在重生的切据 是怎样来的 所以先 这个是神学了 这个是神学 现在我们多进一步讲 我们进一步讲 所以各位 不是看这个的 那现在呢 所以我用三个方面 来给各位 各位讲 三个方面 第一 这边 嗯 不用紧 不用紧 没事 没事 我就放在这边 因为跟着这个一起讲 所以从这个 我们会知道 救恩 这个字很重要 各位有没有听过 救恩的奸人 奸人 上帝拯救一个人 他绝对坚持 过后呢 他会坚持忍耐到底 绝对会保守他的 不会放弃他的 对不对 因为 另外一句话说什么 救恩的奸人 也可以说 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 这是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的经文在哪里 菲利比书 一章六节 他在你身上 动了三宫的 对不对 已经救恩大宫 临到了 他必定会成全这宫 直到耶稣的日子 成全这宫的意思是什么 成全 就是他拯救了你之后呢 他必定会继续承圣你 干涉你 如果你走世界的路 他必定管教你 所以这个意思了 所以这个 绝对 菲利比书 一到六节 绝对对不对 然后 还有一个 我们会明白 马太福音 十八章 十到十四节 所以一个羊走迷之后呢 上帝撇弃 九十九支 来要得着他 救恩 是奸人的 因为 为什么是奸人 有些人 因为你前面 你根本不能做什么 来叫你得救 所以你也不能做什么 来叫你失去得救 对不对 奸人到底的 他的主权在你身上 他动了上宫 必定成全这宫 直到基督的日子 我再讲一个比方 各位会理解什么叫 救恩 为什么救恩是奸人的 从这个地方呢 各位要知道 百分之百神为 为什么这样说 这个有一点争议性 我也 其他地方讲过的时候 有些人未必能够理解 或者 接受这个 我也知道大家的神学很多 但是我的神学 我从整本圣经理解的 如果我们说 真是从神来的 救恩 我想请问我们弟兄姐妹 我们是 先从神 才信 信上帝 还是先信了 才从神 你们若不重生 就不能进神的国 主耶稣这样 跟尼克提姆说了 尼克提姆你要重生 这个很正义性 对不对 我再问各位 拉撒路的故事 拉撒路 拉撒路在坟墓里面 已经完全死了 死的人怎么动 怎么反应 然后主耶稣道 拉撒路出来 拉撒路 拉撒路是 听到这句话 才醒过来 然后走出来 还是 神的能力 已经叫他 活起来了 然后他听到 主叫我出来 我出来 哪一个 因为我们每次讲 救恩的时候 这个神学界 其实很重要 我们都用拉撒路 因为拉撒路是死的 完全不能动 什么都不能的 没有动态 那请问他是先 神的能力 临到他 醒过来了 他听到 出来 还是耶稣讲出来 他才醒过来 听到出来 请过来 因为他 狮子家里就信 耶稣已经到 拉撒路家里去 因为他信 他信了 当然我是用 肉体的比方来讲 属灵的东西 因为我们讲 灵死 我们已经死在 过犯 觉得这种 没有动态 灵里没有动态 不能来到 神的面前了 对不对 死的光景了 所以我用一个 肉体 已经死的光景 肉体 因为灵活了 就是能够 来到神面前 那现在是 用肉体的比方 来讲 属灵的东西 所以各位看 拉撒路 我的认识是 拉撒路是 先复活了 先活了 神的能力 领导他了 他才能够 听到嘛 才能有意志嘛 我要跟从 对不对 各位听得懂吗 所以我们讲 你信了 造成你的重生 还是神先生了你 你是死的 他生了你之后 所以你能信 各位听得懂吗 生重生了 我并不是故意 要有真意这个东西 但是我要讲的是神为 你是先重生的 你是先重生了 才能信 各位理解吗 这个的意思就是 告诉我们 信了 那牧师 圣经说 因信称义 所以信了才称义 对 没有错 这句话没有错 但是信是什么 信 你能信是因为 你已经被重生的 那个心灵的表现 信是一个心灵的 信是来自你自己 对不对 你心灵有这个意志 信 如果产生这个意志 信是因为神重生你了 所以有一个很著名的 神学家这样说了 重生 如果用一个婴孩的例子来讲 就好像一个婴孩从母胎被生出来之后 他第一个哭声 第一个哭声了 这个第一个哭声就是他的第一个 就是等于好像我们属灵的婴孩 被神生出来的第一个信心了 那个第一个信心 原来上帝啊 你是活着的 你是爱我的 所以不是 他在里面 然后才出来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各位这个程序 各位要明白这个东西 原来是他的主权里面 他的恩典 在他的时间表 他生了我 然后我才能信 我才能反应 我的心灵才能反应 这个 这个是神未来的 我跟各位说 好像我再给一个例子 好像我们都坐在这个地方 很多人 我们以前怎样信主的 我不知道很多人是被妻子墙壁来教会的 很多人是被父母墙壁来教会的 每次坐在那边听信息的时候 一点感动都没有 这样坐着坐着 有些人是这样 一年两年听了一百多个信息 忽然间有一天 他的帕子挪开了 忽然间他的盲目的那个眼睛拿走了 灵里面的盲目被拿走的时候 有一天他听信息的时候 上帝啊 你在万有里面拣选了我 对不对 忽然间那天 他听神的话的时候 有感觉了 能够连接上了 那个神的话是跟他有关系的 以前每次听到神的爱 神的爱 上帝爱了爱了 自己还是关注这个地上的 那天上帝在万人当中爱我了 很奇妙的 他能够领受这个 就是上帝重生他了 就是圣灵超自然的工作 临到了他 所以他才能从那天起呢 他信了 他信了 所以信了 所以决志了 牧师啊我要受洗了 对不对 这些都是信心的表现 对不对 但是是先有 那个拿走你的帕子的 拿走你的盲目的那个 先你的心蒙子挪开的那个 那个工作 那个超自然的 甚至你没有意识到的 但是临到了你 所以你才能信 所以你的信告诉你 你是称义的 各位理解了吧 那有些说 牧师为什么你要解释这个东西 这么细密啊 那有时候这个时候 差不多一起发生嘛 差不多好像一起发生 但是为什么你特别要讲 前后的那个程序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认为是你信了 你才重生 万一你又失去信了 怎么办 你怎么解释 那以前你信了 你重生对不对 你的信带来你重生 现在你完全不信了 哦 因为你有始至终没有重生 我们很多人的解释 因为你现在不信了 所以你是没有得救了 所以我们就矛盾了 对不对 但是像有一些信徒 他是真信了 但是像浪子这样 离家也可能的 但是你牧养他的过程当中 你有证据 你在他身上看见 他绝对是神重生的 等一下我会讲 那个证据是什么 他绝对是神重生的 所以呢 甚至他离开教会了 他走世界的路的时候 你给他的信息是 不是 哎 弟兄 你在这样的话 你要进到地狱了 不是讲这样的信息 乃是 弟兄 你是神所爱的 你现在走这条路的时候 其实你的阿爸父 何等的难过 我们也难过 你回来 其实你也不喜乐的 对不对 你要跟他讲这个信息嘛 那他才能 因为他是儿子 他一来都是儿女 他没有失去那个印记 但是他软弱到走世界的路 但你这样跟他说的时候 他才会被唤醒 再一次被挽回 其实我这边讲的东西 都是跟牧羊有关系的 也很实际的东西 因为很多人 很多信徒的确 走了这样的路 但是过后 我们给他的信息是好像 你现在又走这个路 你是灭亡的 就成为灭亡之子了 这样讲不对的 这样他更被控告 他更远离神 这个意思 所以 重生了 神的工作 因为他重生的事 不是他信 乃是神的作为 神既然重生了你 现在绝对在你身上 他有计划 他会保守你 他不会放弃你 对不对 这个重生的地方 这样好了 那现在我们又问 第二个 我讲完三个 我们就休息 那 所以我讲救恩的奸人 所以上帝 这个是从上帝的角度讲 上帝拯救了人 在这个背景之下 对不对 他拯救了人 他绝对负责到底的 但是这个是从神的角度 但是重生是从哪里的角度 重生是我的角度 我重生 我怎么知道我重生了 这个又很重要 对不对 所以重生的证据 哪里来 有一些牧师说 你放心上帝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你放心你软弱 你也是得救的 你自杀也是得救的 你犯了罪 你也是得救的 这样讲 因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你这样讲 你的根基在哪里 你的根基在 因为他受过洗的 不一定啊 我要看的是 他真的有没有一次 真正的被得着 所以有些神学人 乱用的时候 也不对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看 他那个人 有没有重生的证据 所以我看信徒 我看侍奉者 我是先看他有没有 很明确的重生的证据 在他身上 要看这个东西 有生命有没有 真实的进来了 也他知道吗 他有没有这个 窃据 我用两个比方来讲 一个人身上 有没有重生的证据 我有两个见证 各位听吧 两个见证 曾经呢 我跟我的表弟 我的表弟 这次跟我一起 到这个宣教现场 那他已经信主八年了 我记得在差不多 九年前 十年前这样 我就在一个亲友的婚礼 我跟他辩论 因为他那时候是佛教徒 比较趋向佛教 他很有良心的 他是卖有一些投资产品 但是他说 有很多人随便这样卖 然后人不需要也卖给人 我是有良心的 我不会这样做 人需要的我才卖给他 所以他是一个好人 所以我跟他讲 神的恩典的时候 他说 哪有这样便宜的事 所以他不能接受恩典 哪里有什么 你犯了罪 然后人为你死 然后你得救 哪里有种 不能接受恩典的 因为他都是一个 是非之心 因果报应的那种心灵 然后自己能做到的 所以当应得不得了 所以我跟他在这个宴会吵架 几乎讲的时候 我们就辩论的没有吵架 但是辩论的很多 我们的母亲说 不要讲不要讲 吃饭吃饭 他们就这样说了 升到这个地步了 一年之后 我听说他去了教会 后来就是一两年 有一天我就到他的家去 我说 表弟啊 我再次跟你说 你要信耶稣 他说表哥 我已经信了 哦 你信了 真的吗 我已经跟我的女朋友 去了教会了 然后但是我去的时候 我没有马上信 我一直坐在那边 一点感动都没有 但是有一天很奇妙的 我信了 什么意思啊 他说那一天呢 我不知道 我听了神的道 那个道我也忘记了 但是呢 我听了那个道之后 我发现 我是蒙爱的 我是蒙他爱的 这位上帝来找我 好像整个万有里面 就是他拣选了我 那天他就经历这个东西之后 从那天起 他讲 他听神的道的时候呢 是 GG都是对他讲的 以前是好像听一个学问 好像听一个历史 一个故事 这样听 那天就这样的事情 发生在他身上了 但是我呢 是 我是牧师嘛 所以我就比较 我就想的比较多一点 所以我说 这个人是不是因为 他的女朋友信了 我心里面是这样想 我以为 所以呢 我要确认这个事情了 所以后来三年之后 他们结婚了 就是有宴会 那个宴会的时候呢 大部分的亲友都是不信的 然后他就起来 给这个新郎言辞的时候呢 他就说 亲爱的亲友们 就是感谢爸爸 感谢妈妈 感谢亲友 但是我今天有一个东西 要告诉你们 我在几年前已经 信了这位 我人生最重要的 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耶稣 然后他在我的生命 做了什么 然后如果你们愿意接受他 你们跟我一起 做这个祷告 他就念了 在这个宴会 外邦人当中 他就讲这个 亲爱的主耶稣 感谢你死在十架上 为我追 钉死什么 然后用走 绝止祷告的 那个内容全部出来了 其实他的父母 都不敢敢 他的父母 其实父亲 刚硬的不得了 他讨厌这个 耶稣这个名字 全不得亲友们 只有他讲 感谢爸爸 感谢妈妈 大家 就是听一下 他一讲到耶稣这个东西的时候 每个人吃饭 吃饭 没有 只有我 我的哥哥 我的弟弟 我真的想起来给他鞠躬 我的表弟 他是真的有神明在他里面 实在 他这样做了 但是不是他的勇气 是因为我在这个日子里面 也经过有一些事情 我发现 他不断有主观性的 那个重生的经历 真的有个重生的证据 在他的身上 有些人信了这么久 你有没有为爸爸妈妈的救恩祷告 他们要信的时候 时间会到了 这样 然后在教会很开心的赞美主 哈利路亚这样 但是自己的家人 如果你是重生的 你自己最爱的人 你要给他的第一样东西是什么 救恩 对不对 如果他还没有信的话 这是自然的 甚至你不需要听到牧师说 主耶稣吩咐我们要传福音 不需要听到这句话 你重生的天 你自动想起来的是你旁边 你最爱的人 要把福音给他 对不对 自动的 这是心灵的印记来的 心灵的刻印 对不对 那这个是一个例子了 另外一个例子 最近我就认识一个美国的宣教师 她在大陆里面服侍五年 有一天 她就 在这个大陆的聚会的时候 有一个姐妹就是 进来的时候 一唱诗歌就哭啊 哭啊 被圣灵感动 好像那个样子 一直哭 一直流泪 然后每个人都知道 哇 为什么这样啊 哇 哈利路亚圣灵感动她了 牧师讲道的时候 也哭 又哭啊 神真的爱我们 又哭啊 然后呢 过后 马上一定有人 跟同工们就跟她 姐妹 耶稣爱你 阿们 阿们 他为你死在世家 你相信吗 相信 然后我们一起 决志祷告 愿不愿意 愿意 愿意 决志了 然后把她介绍给牧师 牧师就说 恭喜你 你今天已经成为基督徒了 成为神的儿女了 所以下个礼拜啊 我们在这边有崇拜 有聚会 你下个礼拜 记得 从现在开始 每个礼拜来做崇拜 他就 我不是信了耶稣了吗 为什么还要来崇拜啊 我已经都信了嘛 还需要参加什么崇拜 我刚才已经信了 我已经做决志祷告 我已经信了嘛 他说 不啊 这是我们信了主之后 来聚会啊 没有啊 我以为我信了就够了 那各位 他重生了 成为神的儿女了 他想去到他的父的家吗 各位 他有没有这个心 想去到父的家 有没有这个心 想跟肢体在一起 各位 虽然 刚才 刚才 你讲耶稣的爱 很被感动 但是我现在要问的是 你被爱感动 还是被神感动 是有时候有不一样的 有些人 因为带着情绪来 哎呀 一生我爸爸妈妈不爱我 现在我男朋友抛弃我 我一生没有人爱我 所以现在 这个耶稣爱我 哇 我终于听到这个爱 所以他 他因这个爱 感动 但是他哭 甚至哭了 但是过后呢 他没有想要 去神的殿 没有想要跟肢体在一起 然后呢 这个孩子呢 后来就不来教会了 半年之后 另一个童工 在街上看到他 其实他根本没有 根本没有对上帝的意思 就是这样 各位明白吗 什么叫重生 重生是转向神 不是转向爱 也不是转向平安 乃是转向神 转向基督 然后从这个认识神里面呢 爱出来 平安来 各位 这个有不一样的 我现在比较精确的 讲这个部分是 叫各位思想 这个东西 有些人可以来教会哭 但是他真的是遇见神吗 他哭了之后 要顺服神吗 所以我不能说 这个孩子不重生 但是他的重生 给我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对不对 我们对重生的理解 我只有用这个两个见证 叫大家思想 思想一下 到底什么是重生 重生的证据啊 弟兄姐妹 重生的见证 对你信了 那信之后有变化 这个心灵里面的有一个变化 什么变化 还不在于行为 我讲的变化是 灵里面的变化 可能 你说我以前抽烟 现在不抽烟了 不是这个变化 我讲的变化是 从那时候起 他知道的 他看整个宇宙万有里面 这是有神了 他看自己的父母 这是神 为我预备的 以前只有以为我是偶然的 他们生了我 现在是都有神的 都是必然的 我遇到的苦难里面 有上帝 我犯了罪 所以我以前是对不起父母 对不起人 现在我是对不起神 各位有这个变化 性的那个变化 发生在他的身上 各位一定要问 有没有这个东西 然后另外一个 是什么呢 除了性的变化 必定有 性的性情 新的性情 什么性情 其实 从那时候起 一个人呢 性性情 性情讲的是什么 你喜爱 你有那个DNA 一个孩子呢 喜欢跟爸爸在一起的 对不对 他需要妈妈的 他喜欢在妈妈的怀抱的 所以一个真的 重生的人 他想 他的目的 他的关心 他的所爱 对不对 想去教会的 想愿意去的 愿意行出神的公义的 读了圣经之后 这个真理 不会 这个真理 我做不到 所以合理化 合理化 然后就是关掉 不会这样的 他会读的 这个是真理 所以我要做出来 但是做不出挣扎 要做出来 他有这样的举动 在他的 有一个新的性情了 以前是按着 这个肉体做人 现在是按着 真理要做人 因为有一个 新的性情 在他的生命里 喜爱上帝 喜爱圣洁 喜爱真理的 对不对 有没有 各位 一定要问 然后不是一次的激动 乃是持续 持续 所以各位看保罗 持续的跟从主 保罗的 所以有些重生的证据 要经过一段时间看的 因为有时候 我们比如说 一个特会完之后 人觉知 然后看起来 他很认真的性 很诚恳的性 但是一定有一个时间的 所以保罗每次写给 他教会的书信 每次说他说什么 你们是从头一天 直到今日 与我一同 兴旺福音 从头一天 所以我为你们感谢主 在主里面 为你们感恩 我知道他在你们身上 已经动了这善功的 所以必定成全这功 对不对 你从头一天 直到今日 所以有 有一个时间性的 所以有看一个人 他在 失恋里面 苦难里面 过程里面 还是不能离开主 甚至人不能给他 任何希望的时候 他还是继续来教会 这样你知道 他是重生的 他的生命是面对神的 不是面对人的 还有一个 保罗在跟贴撒罗尼加说 你们在大患难中 蒙了 蒙了 圣灵 圣灵所赐的喜乐 各位 如果人给你一百万 你开心不开心 那个很开心 对不对 但是呢 现在是患难 所以我跟各位说 患难 四年来的时候 会证明人的信心是增加的 实在是 有一些人是 实在是在患难中里面 他 你问他的时候 为什么你还要去教会啊 你受这么多伤害 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去 因为他里面有主 各位理解吗 所以在患难中 甚至苦难里面 能够有一个平安 有一个喜乐 仰望主 是不是 羊娟你觉得羊 什么都没有 侍奉什么果子都没有 对不对 但是还是因爱我的 就喜乐 对不对 所以患难中的喜乐 这是最好证明 那个人是重生的 那但是还有一个例子 就是啊 哎呀 看起来 我也很软弱 看不出有新性情 我也 苦难中只有痛苦 不能喜乐 我现在也不干了 我很想放弃了 那这样的人 如果来到你的面前 你还要看一样东西 是什么 各位有没有遇到 极其软弱的信徒 他们就几乎想放弃了 然后甚至他 怀疑说 可能我是没有得救的 那你要怎么看 甚至他跟你说 我要走世界的路了 他甚至去了 从那天起不来教会了 但是你要看 你怎么知道 他是仍然被主拯救的 你怎么知道 圣经有一句话说 神所爱的 神必 管教 各位理解吗 所以 甚至他失去那个意志 要跟从神了 因为种种的原因 但是因为 神在他身上 做了那个救恩大功 已经得着他了 所以 甚至他现在已经走了 当地坚忍到底 对不对 必定管教他 用各样的情况 来把他带回来 所以有些人是在 那个管教的过程当中 对不对 要被带回来 为什么 因为上帝的意志 比他的强 阿们吗 各位 这个叫重生 你明白这个之后 你才对你的生命 真的有切据 主 你真是爱我 我被你得着的人 是真的有福的 阿们 所以从这边 这个重生的切据才来的 现在我们才讲切据 切据 所以这个切据才来了 我讲完这个就结束 那这个切据呢 从这个切据来 什么 从这个切据有了 你才会得到感动的 有根有基的感动 如果你等候神 没有感觉到 你不需要忧愁 因为神不在你的感觉里 神在事实里 神在你认识他的切据里 虽然今天他不向我写明 但是与我同在的主 明天会向我写明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继续会向我写明 阿们 所以有没有切据 你还没来 要等他来 跟已经来了 已经与我同在了 这个地方开始了 有没有不一样 有不一样的 所以明白吗 当然我说很多教导 都是有他的真理的地方 但是我现在是把各位 带回那个根基 那个根基要有 根基要对的时候 其实你发现 这个一根基有了 什么都同的 如果这个根基没有 这边经历一点 那边经历一点 这个经历没有了 那怎么办 那个没有 各位了解吗 所以晃来晃去 好像被风吹动方腾 没有定见 对不对 没有定见的那个样子 所以切据 从这个切据得到 他绝对爱我 我是已经在基督里面重生了 不被撇弃的人 从那时候起 你的苦难里面 你会听到 主啊 这个苦难里面 有计划 其实苦难里面 你要成就什么事 你在那个地方 再次查验 聆听主的声音 主再次会感动你的 全部从切据来的 然后才有充满 才有充满来 圣灵的充满 各位 我们讲圣灵的时候 几个东西 圣灵的内住 对不对 内住就 你知道他内住 切据了 从内住开始才有感动的 那个感动才有根基的 那感动来之后呢 才有怎样 充满 充满的意思就是 那个感动来了 但是你自己没有 完全顺服这个感动 被他带领 顺着他 这个叫充满 对不对 你死主活 你的意念没有 就要跟从主 这个叫充满 充满你嘛 然后充满之后才有什么 对 常常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你在侍奉当中 你需要的 所以那个时候才有 恩高 恩高会来 恩高 对 我们每次 主啊 给我恩高 给我恩高 那有些人是一个矛盾啊 连今天上帝绝对爱他 不离开他的这个窃据都常常摇动 是没有 但是主啊 给我恩高 给我恩高 那这个有没有矛盾 有 有矛盾对不对 虽然神会给 但是你要有根基啊 你在根基里面 侍奉主常常被圣灵充满里面 现在你需要服侍的时候 哇 给我恩高 上帝必定会给你 上帝必定给你 保罗这样服侍主当中 上帝给他那个医病的恩高 对不对 他的手巾放在谁的身上 病都好起来 这是跟着来的 你跟神一起同行 有根有基的同行之后 神加给你的 那那个恩赐给你的时候 你能够用得到 也有权柄的会用得到 然后最后呢 圣灵的什么 圣灵的 对不起啊 我的字太乱了 你们跟着第三点 果子 所以才有圣灵的果子 你看 圣灵的果子是什么 忍耐喜乐和平忍耐 对不对 这九个 果子 我们每次讲果子的时候呢 弟兄姐妹 你们要喜乐 阿们吗 这是圣灵的果子 喜乐 要喜乐 弟兄姐妹要喜乐 不能不喜乐 主告诉我们要喜乐 好 我们都要喜乐 然后呢 我们大家都要做出喜乐的样子 但是里面不喜乐 里面很多的疑惑 里面很多的纠结 自己很多的失恋没有答案 但是做出来喜乐 根 你有切据 知道甚至我在试炼当中 主在经验我 叫我伸出忍耐 然后在我的身上要造成他的工作 来 这个地方喜乐 不一样 各位明白什么是果子吗 素 结出果 这个是一个预表来的 那个上帝的工作 你看 素呢 是在哪里 根 这个根健康 出来 果子自然出来的 有切据的人 跟从主 喜乐是不需要 不需要做出来 自然喜乐 自然平安 但是现在这个根坏了 但是我们需要有这个果子啊 但是根没有 我们做出一个果子 喜乐叫喜乐 这个叫平安 这个忍耐忍耐 但是里面 看不到神爱你 然后他还要忍耐忍耐 那各位可以忍耐多久 各位理解吗 有根有基 对不对 有根从 你能跟神的关系通了 能够在这个根基里面 凡事上 甚至失恋里面 能够听到他的声音 他爱你的切据 里面呢 自然显出果子 这个叫有根有基的信仰 所以保罗说 生根建造 信心坚固 所以很自然的生出来喜乐的 所以我的生命的一个喜乐 其实在这个根基里面 打好之后呢 所以这样来 这样生出来的 很多的东西 对不对 生的果子 生出来的 我跟各位说 有些信息听起来是 那个字眼听起来是很简单的 重生的切据 可能今天牧师一讲 这个我们已经听了几百遍了 但是各位可能一生里面 你听到当中 还没有这样听得清楚了 所以有些字眼呢 是字句这样听了 过去了 我最后再讲了 最后的话 如果我的孩子呢 今天 我对他好 买玩具给他 你真是我爸爸 他这样对我 他的关系跟我是这样 然后明天我打他 你到底是不是我爸爸 为什么我没有看到 你的爱 这样啊 我要买的东西 你都不买给我 你到底是不是我爸爸 这是何等矛盾的事啊 你现在叫这个孩子呢 要跟从这个爸爸 要为这个爸爸舍己 这是很矛盾的事 对不对 信仰是有根有基的 那他也不需要拼命的信 我是他爸爸 对不对 如果他有窃据 我是他爸爸 现在我甚至管教他 严重一点 这个藤边里面 他是知道 上帝不会打死我的 我爸爸不会打死我的 因为有窃据 但是如果他疑惑 他到底是不是我爸爸 或者我要努力信 他是我爸爸 那他已经没有窃据了 所以窃据跟信心 是不一样的东西 你有了窃据 才能产生正确的信心 这出来的 各位思想吧 我今天讲的话 那大愿主祝福大家 我们休息四五分钟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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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